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發表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 香港去年外來直接投資金額錄得新高 超過830億美元 按年升17% 排名全球第四位 而頭三位分別是美國、中國和比利時 當中流入美國的金額為2270億美元 投資推廣署指出 在歐債危機的影響下 今年本港直接投資流入的增長會放緩 在投資的趨向 外來投資的流入 對於亞洲市場來說是比較有利 而正如我們看到歐債危機本身 是有一些push factors 是令到資金流入到其他發展的機遇 比較大的市場 亞洲是其中之一 而香港作為一個 亞洲很有利的投資環境的城市 我們相信增長會平穩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預期 部分投資者對歐元區發展持觀望態度 今年全球外來直接投資 流入金額增速放緩至16000億美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雯報導